大家好,我是阿Fam 今次為你介紹近近起的一個地方 海岸城一日遊 海岸城是很近深圳灣口岸的一個地方 如果步行只有三十六分鐘 我們先講一下交通 如果在深圳灣口岸可以乘搭第七四號巴士 六個站後到學府中學就到了 如果在福田口岸過可以乘搭十號店 去到江峽北站 再轉十一號站去到後海 總共是七個站 在C1出口 我今天就由深圳灣搭巴士 去到學府中學樂車 然後走過對面 就會見到這個已經是海岸城 看到這裡有很多店 我想看看是不是開了店 這裏就是海岸城 進去後有很多商場連在一起 在COVID之前也有來過這裏 很多店是吃東西的 這裏有個6月13號到6月30號有個荔枝店 這裏可能晚上才開 由於好熱所以第一時間就入商場了 一進去當然是涼快很多 因為始終是有冷氣 現在左邊見到這個屁所是一個咖啡店 那裏的商場又大 周圍都擺滿了藝術品 這裏就見到有些是時裝店 因為我是幾年前就跟過一個朋友來這裏吃東西的 但是就沒有走這邊的商場 這裏就擺了一些照母蟲像做一個裝飾 而這裏就有很多名店 我們先走地庫那一層 因為它有個超市 和這裏有很多食肆 下到這一層就見到幾大 和有不同的食肆 我們慢慢走 走到這裏聞到很大股榴槤味 這間叫做比薩諾海賊 是不是榴槤的Pizza 這間是吃韓國的烤肉 裏面的裝修都頗自然 再走前一點就見到這隻金色的貓在門後 而裏面亦是放滿貓的公仔 這間叫做黃小貓 原來是吃蕉劈大魚頭 這裏都是放滿貓的 這個門口蠻有趣的 不知這間店 應該是你自己選擇的敵台去幫你 之前來我就未落過這一片 所以我不知道這些是否新開的店舖 這間小吊尼湯 它的裝飾就很中國化 周圍都擺滿了石枝紙 裏面亦是很中國的感覺 但是我不喜歡它在商場裏面 這麼開放地吃東西 我見網上都有它的食品 有好有不好 我又想見人見智 超市那才知道 看到有這間OLE的超市 當然要進去看看 因為這間超市都有很多的分店 看到它賣一支都好像幾高級的東西 還有一些外國的貨品營 他們現在說最新的羊山土 看看有沒有 有就要買走了 看看見不見有土賣 見不到有土 見到這一隻叫做豐糖梨的梨仔 賣到88元一斤 很貴 這一隻蜜糖梨更貴 一盒子八粒都要百多元 這裡見到的荔枝是超大粒 大過一個乒乓波 這一藍荔枝王就要145元 龍泉液水蜜桃49.9元 沒有毛的奇異果 它叫做奇異妹 這裡就擺放了很多不同種類的啤酒 這個超市都很多東西賣 也有很多外國的貨品 這裡是賣火腿和芝士的 看完之後我就出去了公豬煲 買了這個珍珠奶茶 用紅糖來煲的珍珠 喝起來有香味甜 亦都有口感 這裡就是它滲面的情況 這裡見到它煲 都是用紅糖煲了糖漿 用完了 我叫了另外一杯叫做熬紅豆生的 是椰子汁再加紅豆 這間叫老香雞 它用雞一百八十日來煮雞湯 這間dark cream 是賣雪糕的 這間叫little box 賣很多立體蛋糕 它的立體蛋糕造型都幾可愛 這枝是大了 也有小的 這枝是48元一件 立體之餘 它的造型都幾可愛 幾可愛 像這些蛋糕一樣 有兩隻鴨仔 或者一隻兔仔 都是有別於其他餅店見到的 如果我是回香港的話 我會買這些蛋糕來試試 但我現在是剛剛走的商場 所以就不買了 而這間蛋糕對面 有很多這些衣服 是否叫蘿莉茶 它的衣服都幾漂亮 又有個白套公仔 再走過一點 就見到這間客和菇餅店 然後見到這間很漂亮的店 都為了百滿花 也有一些地方可以讓你喝茶 這些花也可以賣 它是一間茶店 百多元 那你就有幾款茶 可以自己選擇 自己沖 這間店鋪又覺得它幾特別 因為它還有一些小魚 放到瓶裡 這些全部都是打彩的魚 它做得幾漂亮 不同的茶葉 它有不同的價錢 全部都三轉一 有68到108 那你是坐在那裡 一個小時喝 就自己沖 可以在這裡這麼漂亮的環境下 就自己沖自己喝 這樣 我是覺得這一島是很漂亮 但是有些植物都是人造的 不是真的 這一層就有一間Nego店 這裡用了不同顏色的Nego 就做了一個獨特的顏色牆 用Nego設計了很多不同的跑車 簡單車 這間店都是很厲害的 這間店是做戒指 男人一箱僅能訂做一次DR 萊雪生活究竟它裡面是賣什麼呢 好奇代的萊雪生活究竟它裡面是賣什麼呢 那進去看看 Monser Monser Monser是賣什麼 噢 漢堡包 這裡有賣炸雞 薯條炸魚 然後這裡有 有很多東西吃 這裡有很多東西吃 這裡有很多東西吃 這裡有賣炮彩 賣的 這裡有賣日本的 露米池 看看這間店 台蓋 噢 外面還有一些位置可以坐在這裡慢慢喝 這裡喝啤酒 有套餐 然後呢 外面就可以 噢 之前我們來過這裡 好 看看這裡 先來這裡 那內雪當然要先找他一杯茶 那它究竟在哪裡賣他一杯茶呢 這裡有糖賣 這裡有書店 如果內雪生活就是說 裡面什麼都有 那這裡內雪的茶就在這裡了 噢 有中式泡茶 噢 終於找到了這隻叫做鴨子香 原來鴨子香是這樣的 這陣子就很流行手打鴨子香 是一個潮州茶 大絲龍井下市特派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有很多 剩好的茶 那裡呢 也有一些茶 然後再看看那邊 那裡呢 那裡就是內雪的麵包 嗯 肉油甘 那邊 今天不試內雪了 因為已經試了其他幾間 好啦 我們再出去看看這裡有什麼變化 這間呢 這間呢是賣娛樂的 可以減肥 來到這一層呢 就很多的葡萄 有名店 這裏呢就有一間 運動服裝店 而這間呢是花店來的 它出場呢 全部是用了馬賽克的裝飾 是新版的 而會見到這裏呢 是在賣的鮮花 裡面呢是賣的鮮花 fi人間呢 是賣的鮮花 走到中間呢 裏呢 也都依沒有到中凳呢 也是用中凳的概念 採眼光 是用中凳的概念 跟著呢呢 這裏呢 看到很多化妝品牌的 裏呢 而這裏呢 就是有個男生在賣化妝品 看到一樓有很多人在排隊 我特意走上去看看 原來是壽之狼 這個標數不知是否叫做打到飛起 這裏都有李寧 另外有很多富富品牌的大牌子 我就沒什麼興趣 現在我沿著這條路走出去 看看會不會見我之前熟悉的地方 是賣食物的 這間店鋪是賣一些泡泡肉 肉球的地方 也有很多香薰的 這裏就弄得起了土 也有個推銷者在外面 就是買這些有香薰味的肉球 叉馬王子麵包店 這間麵包款式 跟我在馬大港見到的麵包都差不多 而它店外放了一些桌子 以及一些好像石頭的椅子 是被人坐的 走出了商場 其實這一個位置 就已經貫穿了很多不同商場 而它這裏的外面 亦有很多的食市 它前面有一間是包師傅 我之前來的時候 我之前來的時候 這裏有一間麵包店 是兩層樓 很大 現在沒有了 現在看到這間叫做爬小館 它是食葉菜的 這裏就有一個好像碎道的設計 這裏就是天味中央廣場 它地下有很多很實價的小型食店 而現在看到這間就是韓國的食店 已經有人排隊了 平台這一層就叫做綠嬸海鮮 再上一層就會見到一個 醬島泰式按摩花 這間綠嬸海鮮 亦都是做香港的打火鍋 你見到它裏面也有幾多海鮮 這間叫香港打火鍋 裏面不知道有什麼吃的 看見這間叫做魚牛記 外面就做得挺漂亮 裏面也不錯 是吃牛扒的 看進去裏面應該有人在拍攝 一盒意粉 一個是薯條 另外見到兩份是牛扒 這裏298已經有個雙人餐 那麽也都見到門口 有一個雪櫃 就放在不同的牛扒 裏面 這裏是飲茶的地方 前一點點見到一樓 有一間是按摩正骨店 而這間店是賣一些 濃水的鴨液、獎 這樣 記得不光顫很多分店 這裏有一間茶白造 而他旁邊的門口 就有一間七九漁船 是吃海鮮的 這裏很熱 這裏也有些時裝店 那他旁邊就見到這間 是新疆語樂店 叫韓薑雪 這間陳彭彭最出名 就是魯水鵝 吃條粥菜的 牛扒鮮牛腩煲 這間餐廳已經坐滿人 這間餐廳 可能也蠻好吃的 有什麼吃的 現在是一個黃昏的時間 看到它的燈開始著 前面就見到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藝術品 這裏有一間百合理 之前也來過這間餐廳 是吃牛肉的 裏面也是一個大商場 這裏是一個老天的廣場 現在開始老老續續開燈 很多都是用LED的 因為這裏的廣場 都顧連了很多不同商場 現在黃昏 我先拍一圈給你們看 這裏有一個大的電視 亦是一個大型商場 外面這裏是可以玩 滑板、滑板的地方 做到一個人造草地 這裏我都不知道它有什麼用 可能是美觀吧 現在看到前面 有一間黃色的店鋪 那裏是鮑絲虎 現在亦有很多人在排隊 看到這麼長龍 我就沒有想著排隊買 而你現在見到這個位置 可以走回去 乘包子回到深圳灣 因為外面很熱 所以我就先鑽進一個商場 涼涼冷氣 看見到這裏也有很多賣化妝品的地方 這裏賣衣服去寫一折 再前一點就見到有間椰子雞煲 左手邊這一間是涼茶店 這間椰子雞煲裏的裝修都不錯 多漂亮 走前多一點 左邊見到有兩個模糊包 裏面還可以進去坐著吃東西 然後再搭電梯下下一層 因為見到很漂亮的壁畫 然後有很多人都下來了這裏 原來這裏也有不同的食店 這裏見到有間KFC 而最多人就是這間破店肥蝦 吃一些串燒和喝啤酒的地方 看完食店之後 我又走回去出現剛才廣場露天的大街 見到這裏有很多店 這間也有很多人吃東西 叫做查理二世 看得蠻漂亮的 看得蠻漂亮的 這間小龍吹火鍋 吃四川的麻辣火鍋 不驚不覺這段片已經做了十多分鐘 我最想和大家分享是我今天吃了一個好美的 岩燒牛扒 我唯有下一集再說 記住訂閱分享和讚好 拜拜